乌爾戰爭即便俄軍日以繼夜大規模轟炸 但烏克蘭就是屹立不搖 甚至時不時打出漂亮的反擊 尤其總統澤倫斯基不斷透過政戰宣傳 加大全世界對烏克蘭的支持力道 其中關鍵就是網際網路 全球首富馬斯克將旗下星鏈系統在烏克蘭開通 再加上陸陸相鄰的歐美國家 廣泛的網路連結以及電子作戰支援 讓烏克蘭衛星情報網路通訊源源不絕 但若情況發生在台灣能夠類比嗎 台灣四面環海各種資源都必須透過海空運輸 甚至連網路數據以及訊息的傳遞 有95%都得透過海底光纜來收發 而目前大概有14條的光纜在運行當中 並且透過台灣海岸線的四個接收站來進行收發 但假如這樣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 台灣將會變得孤立無援 華爾街日報分析 若共軍特種部隊將海底電纜切斷 或者是直接轟炸電纜接收站 阻決台灣對外通訊 這樣攻台效率將會大幅增加 其他的中華電信的機房 光纖電路系統 微波 電展室等等 這些可能都會遭到第一波的一個攻擊 我們台灣就會被打龍打蝦打牙打碳 中共也就會奪取台海的自電權 切斷所有對外的聯繫 癱瘓防空反倒的能力 摧毀反艦的能力 然後先癱瘓之後再登陸 不會像現在烏克蘭一樣 有人司機每天還可以上電視 對外發言 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模擬俄羅斯和中共 對海底電纜發動攻擊時的情況 結果幾乎在所有情境下 美國及其盟友通信 都會遭到干擾和損害 造成混亂並分散注意力 但相對而言 這些關鍵基礎設施 也是台灣的重點保護目標 無論是憲兵快速反應部隊 亦或是防空飛彈部隊 通通都能針對重點設施 進行快速遲緣 我們該做的除了強化建築抗炸能力 以及建立更迅速的通報機制 在虛擬網路攻防上 也必須更加琢磨 像關鍵資訊基礎設施 或者關鍵基礎設施 很多地方是OT的部分 那OT跟IT的這個即使做實體隔離 它本身還是在資安的保護上要相當的注意 還有人為這操作機械性在實體世界的一個防護 這些都是整個網路安全 根據國防部110年國防報告書指出 中共從108年至110年 對台灣網路攻擊近14億次 這樣的灰色地帶衝突沒達到戰爭門檻 但卻能消耗我方戰力 甚至動搖民心士氣 達成不戰奪台的目標 其實中共是想成為一個強國 並不是急於是想解決台灣問題 不要讓中國大陸寡婦死的兒子 中國大陸只要寡婦死的兒子 第一個倒楣的一定是台灣 我們的處境可能會比烏克蘭更強 因為中國的打擊能力 並不亞裔俄羅斯 從烏惡戰爭能清楚看見衝突形態的轉變 台灣海峽的天然屏障是優勢卻也是限制 如何巧妙運用不同手段增進自我生存空間 考驗執政者的智慧 TVBS新聞李偉華顧尚君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